男童凱凱遭虐死案件 让许多有婴幼儿症在托婴的家长 都感到忍心惶惶 而苗栗头粪有一名妈妈 日前她在查看托婴中心的监视器画面的时候 她就发现自己九个月大的儿子 疑似被不当的对待 那画面中其实是这个小朋友 她在椅子下面爬来爬去 那这个老师为了要阻止她 她就把她用手推开 那但是可能是力道太大了 让这个小朋友直接翻摔了出去 那这名妈妈她昨天就向苗栗县议员陈光轩来投诉 并且立即通报苗栗县政府社会处要求进行调查 画面中清楚可见小男婴爬到老师的椅子下方 老师一手大力将她拨开 小男婴直接前滚翻摔出去 此时老师仍无关紧要的划着手机 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 最近因男头砍开凿虐死案件 让家长忍心惶惶 苗栗县头份是一名妈妈 查看托婴中心的监视器画面时 发现自己九个月大的儿子疑似被不当对待 离可到托婴中心要求检视画面 却遭到业者断然拒绝 因为越想越不对才会寻求成光轩云的帮忙 议员受理后立即将画面提供给苗栗县政府社会处 社会处表示确实有不当照顾的情况 已经介入进一步厘清 她这个动作实际上并没有到虐待 或者是不当管教程度 但是我们认为真的有点太出炉了 如果是我们自己家的宝宝 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这样子实在是有点不OK 所以我们还是会请这个托婴中心 托婴中心来做一些检讨 请这个老师要针对这个部分来做改善 同样那您看到疑似是这个幼师霸凌幼童的事件 在高雄的长春藤国际幼儿园遭到爆料 有一名女老师她将孩童的阅读卷呢 反复地丢到地上 而且还动手推孩子 让孩子不赶上幼儿园 就讲到幼儿园了解情况后 非常的生气表示说 这简直就是霸凌羞辱 而多名家长要求院方要回应 并且通报这个教育局 结果院长却说 那么美语舞蹈还有足球老师 都应该要消失 因为他们都不具有教保资格 对此教育局就表示 该名女老师已经遭到了解聘 而且依法最重 可以对这名老师财罚60万元 高雄长春藤国际幼儿园遭爆料 聘请大量不具教保资格的教师 不断羞辱性地乱丢多位学童的阅读卷 还动手猛推孩童导致跌倒 让孩子心灵受创 不敢去上学 事情爆发后 20多名家长要求 原方正式回应 并通报教育局 但园长竟回答 那美语 舞蹈和足球老师都要消失 因为他们都不具备教保资格 家长质疑 该幼儿园收费高 广告标榜多方全人教学 却聘请不合格的教师来充数 这样的心态如何从事幼儿教育 教育局表示 接获通报后已启动调查 目前掌握受到不当对待的幼儿 至少有4名 已介入并启动辅导机制 并将该原列为重点追踪机查对象 厘清是否还有其他受害学童 而涉案的女老师已遭幼儿园解聘 转换心情带大家来洗一下眼睛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香香的新闻了 高手林雅芬局有一名女园警 她日前就帮这一名从印尼来到台湾 读书的大学生找回她遗失的钱包 那找回钱包之后呢 两个人就很开心嘛 在这个派出所合照 没有想到这照片放上网之后呢 网友都歪楼了 就觉得这名女警真的是好漂亮 很多人就在问说 想要知道女警的IG是什么呢 我们告诉大家 甚至现在还有这个留言就问说 请问那个林雅芬局还有缺人吗 告诉大家我们找到这名女警了 其实她平常作风非常的低调 那她是在104年特考班毕业 通过实习之后呢 她就一直在这个开宣派出所 已经在这边服务8年了 不过呢也要让大家失望了啦 因为呢她已经不是单身 而且是已经结婚的女警了 哇有点相信很多男网友都想 哇好可惜哦 很可惜 不过没有关系 我还是可以看着美女 欣赏她一下 她漂亮的样子 那如果觉得可惜的话 也可以欣赏我跟雅易漂亮的样子 没错哦 那接下来呢 带大家来关注另一起事件 就是呢 大家最近讨论度非常高的 苏丹红食安问题哦 但你看到是人气百万YouTuber志祺七七 她日前就上传了一部影片 就是在讨论这个食安苏丹红的问题 她最后在影片呢 就有结论提到说 团队在查完资料之后 发现这个苏丹红呢 她最多呢 就算是可能致癌的物质 其实没有相关的研究 是证实她有立即的危险性 所以大家或许可以放心一点 就是她讲了这些话呢 就让网友开始觉得不是很满意哦 说你讲这句话 是不是代表说呢 我们这个吃下这个都没关系呢 对那对此呢 志祺七七的团队紧急发表了声明 表示确实是有表达不好的地方 声明里头就写到影片发布之后 我们有收到一些观众的意见 觉得志祺七七的团队 认为苏丹红没有特别风险 可以放心吃 针对苏丹红可能造成的危害 我们除了在影片中 有提到相关资讯之外 也进一步整理学者目前的评估 以及如果真的不胜吃闹 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减低风险 若以我们的理解 这样的表述和志祺七七觉得苏丹红可以放心吃 应该是有一段距离的 但在网友们的提醒之后 我们也反省 认为有一些措辞的表达确实不精准 可能会让人觉得 这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对于脚本表述的不精准 给大家带来不好的感受 我们觉得非常抱歉 所以我们想特别感谢 每一位愿意留言提醒的观众 为了在撰稿时 我们也会更加注意每一个细节